接受表扬的旅业公司经营至今大约有25年的时间 由严广春和刘美莲夫妻俩携手打拼创立 一度经历业界价格战的第一潮期 转而进行创新研发 不但拿下将近70种的专利权 甚至至创品牌开拓商机两海前景可期 自行将传统的旅门窗研发成更安全的进阶板 并且装在自家公司建筑物上 成统这里大概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 它窗子一下就 如果风大的话 它会有正负风压的问题 它会把它往上挤推之后就掉下去 你的解决方法是 那我做一个挡板把它挡起来 它再怎么弄它只能在里面 它掉不下去 它是旅业公司董事长严广春 产品更新的源起 是不忍心在听到幼童坠楼意外 这是什么那个动机呢 就是看了新闻 小孩子开了窗户 结果不注意 一跨出去就掉下去了 那个是很触目惊心的 所以我们又启发这个动机 研发那一套窗子 创业至今大约25年时间 严广春和担任公司总经理的妻子刘美莲 便手知足地把公司格局做大 一人负责技术研发 另一位则成为对外介绍商品的公司门面 我们的研发专利最多 目前在专利级 我们的研发专利有到到达61项 已经快到70项了 再来我们的产品最多样 最多样就是说 只要你盖一间房子需要用到的 我们公司都有了 不断创新研发的企图心 累积起多项专业技术 包括让使用者方便拆装的直轴式隔音器密窗 大概我看不要30秒 这样就OK了 这个轴心 不要小看这个轴心 它是有弹性 而且它是不锈钢的 所以它可以成长大概100公斤闪 这是经过测试的 拆跟装 各位看一下哪里 用示范自家商品 严广春夫妇俩就是最佳代言人 从传统的铝门窗到隔音器密窗 产业进阶的下一步 结合绿能发展 我们现在这个玻璃大概外面 希望把它加装在能板之后 它可以发电 然后最终打到续电 就利用太阳能发电的电力 因为这开启的力量不是很大 所以那个力道应该够 让它能够遥控开启窗户 跟关闭窗户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接受工部门的辅导 让这家旅业公司规划 再转入绿色产业 发展决心呈现在厂区内 全新落成的这栋别墅形绿建筑 严广春和刘美莲的经营哲学 是看到使用的人性 和产品的品味质感 找出了传统产业的市场 蓝海商机 公秀恩用周福庆采访报导 国主委 门栏未蘇 周福庆采访报导 干 司队